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男子捂住小孩的嘴巴长达25秒 男童不断的挣扎 他又再横扒了三下 捂嘴还不够再强行警报男童 丝毫不担心男童会窒息 事发就在新竹竹北这间美法店 男童的母亲在这里上班 当时正在忙手边工作 把宝贝儿子托付给店长照顾 万万想不到才两岁多的孩子 竟然被如此伤害 电长狂打无反抗直立的小孩 影像曝光之后 在网路上引起公愤 男童事后已经被送往南部的阿嬷家 社会局也联系上男童母亲 要让这个恶劣的店长付出代价 三星的张浩亦红亭新务报导